第四位 誒 等一下我們電量課誒 走 我們去工廠啦 走走走 電量課誒 走 走走走走 誒 你焊得怎麼樣啦 你自己看就沒有焊好啊 阿你是又焊得多好啦 走啊 不然去檢測看看就知道 走啊 檢測檢測 大家好 我們的作品是 啊 忘記了 我們的作品是低成本非破壞性檢測用於電焊 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材料 首先呢 我們需要一個焊板 超音波振動源 廢氣的電動牙刷 小型馬達 一台筆電 陶瓷感測片 誒 都介紹完了 可以去測試了吧 對啊 應該可以去了吧 好 走吧 首先呢 我們要先在焊板指出我們要檢測的位置 打開電腦上的Arduino 當我們點下Arduino 當我們點下Arduino時點開監控視窗 即可看到數據在跑的樣子 接著我們拿出牙刷當作我們的振動源 震動源 震動源的位置須更換四種不同的位置 震動源移動的位置有A點、B點、C點、Z點 A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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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點 越小数字将会越小 藉由两者的差距来形成波形 测试过程中需保持安静 避免干扰 接着我们拿出第二种超音波震荡器 来作为我们的震动源 感测片的位置要在同块铁盘上 移动两种不同的位置 有人常常会问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实验呢 因为我们轮机科常常会用到电焊 但是要确定我们是否有虚焊的状况发生 就需要用到我们这项作品啦 我们的作品听起来很难 但操作起来却很简单 实验出来的数据也很精确 一般来说我们有焊确实的话 数据表上的波形 就会跟在同一块铁板上测的波形一致 那假如有虚焊的状况发生 数据表上的波形 就会跟同块铁板上的波形不同 通常波形都会较低 数据也会较低 利用感测片做检测时 都需要保持安静 才不会对感测片产生干扰 图表上的四个波形代表着我们测试的四个点 表格上1跟3为同块铁板 2为有焊接 4为没有焊接 有图可知2跟1 3的波形几乎一样 所以这是有确实焊接的证据 我们只测一个 其他的都不用测了 不用啦 我们去台北再测就好了 台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